我做的 我成為敵人 湯伯特效讓英雄們氣勢爆棚 這出自好萊塢特效公司 數字王國未來可能出現在台灣嗎 說過選擇的話 是有一個好萊塢級的 漫威系列的一個主力的特效公司 會在桃園正王宣言 實力記者會秀出影片 國民黨桃園市長候選人張善政 大開支票 喊著要把數字王國帶進桃園 因為他在這擔任要職 他當選桃園市長他可能引進這一家公司 他沒有告訴大家是什麼 他是這一家公司的執行董事 不過張善政也被質疑 若當選市長有利益衝突回避問題 更敏感的是還涉及紅色企業 因為數字王國公司股東 有中國國務院以及解放軍的背景 其中在保利文化張誠裡還強調 教育引導全黨黨員堅持維護 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 這政見難道不是引狼入室嗎 重點不是說我要不要來講說 我擔任某某公司的什麼董事 重點是說我已經早就在默默的 幫我們年輕人利用數字王國的管道 跟國際連結了 張善政輕輕帶過留下未解的疑慮 但根據中廣與蓋洛普真信的最新民調 他卻是逆轉 以27.8%為服領先鄭運鵬三個百分點 但都還在誤差範圍內 陸死隨手還很難說 非常接近 因為都在誤差的邊緣 所以現在真的不敢講 並不是說是有某一個人是強勢領先 尤其看看政黨認同度 民進黨在桃園市20% 國民黨17% 基本盤綠大於藍 藍綠民調拉鋸變數多 再扯進解放軍這條紅線 誰輸誰贏難見分效 近新聞李亭方伯鵬中誠良採訪報導